詞曲 李宗盛 那幾天就是沒怎麼睡覺 整個跨年的週末 就是三十三一一一二 然後一直到三號早上這樣子 因為事情還沒做完 還一直在想各種可能性 城市還在跑 所以睡不著 那你要說是不是因為壓力 這也算是一種壓力吧 因為這是一種腦力的負擔 但是不是純粹因為情緒上的壓力 而睡不著覺 那尾牙就有不少人落淚 不過多半就是捨不得大家自知這種感情 因為也相處了那麼久 同仁的感情其實滿深的 尾牙基本上對於一部分同仁來講 是一個喜別會 然後對於留下來的同仁來講 就是一個整理的一個過程 對於當時那整個場面的情緒 有幾位平常感情比較豐富的同仁 就是當場就喝醉 然後也哭得滿傷心的 然後大家互相安慰 這一次聽了好多人講的 跟我講的一句話 就是該罵人的時候就是要罵 我過去不太罵人 那我一直是覺得要去勸導他 然後誘導他走向正確的方向 那可是有蠻多比較之前年輕的同仁就講說 其實你罵我們沒關係 我們會聽 那這一點我覺得是我想太多了 怕他們太敏感 所以不敢講得太直接 另外一種衝突是說 對方的水平跟你差不多 那你會應該說我會擔心說 是我看得不夠周詳 所以我反駁他的意見的時候 其實我是錯的 那這也是我想太多 因為如果是錯的 那就讓他們糾正我就好了嗎 他就會提出他的想法來 我是翟本橋 3月25台北松宴 說我的故事給你聽